进入旧排湾前先进行不火仪式 亲人手持一把树叶在火上方绕圈 在轻抚身体去除身上的晦气 在地青年告知祖陵有访客进入 参与阿瑞马森森工作假期游城及学生们 拉起袖子动手搬运石头 体验旧排湾部落长辈团结互工互助的文化 同时一起维护旧部落的环境与石板屋 让这些学生深刻体会部落的生活 听了部落青年小组返乡回到部落的声明经验 激励了他们对部落的向往 因为他是写工作假期 我就会觉得这好像比较有意义 因为我可以实际去参与就是部落的一些修复 虽然只是搬搬石头或是帮忙打扫环境 可是我觉得跟一般观光的行程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对我个人而言是比较有意义的 我会很想要实际参与就是原住民或是部落的一些工作 这次参加的时候我会想说 那我可以问我的部落做什么 像我阿嬷她是种田的 所以我想说我可以做一些农作物或是什么的 就是去传承 这个东西一定要传承 因为这是留在血里面跑不掉 部落有许多的文化意涵 透过年轻人的力量将部落历史 人文故事 把自己的部落分享出去 游艺群热爱旧排湾部落的青年 共同组成了Spy One More 早期旧排湾由26个聚落所组成 民国光复之后 就开始慢慢迁移到现在的马家乡 三地门乡各个部落 青年们再度回到旧排湾部落 重建或修复石板屋 慢慢地找回旧排湾的故事 并结合排湾社区发展协会 规划生态游程与课程 将旧部落的历史和人文故事传达给更多的人 Spy One More它的意思就是 Spy One就是旧排湾的主语名字 Spy One就是我是来自旧排湾的人 那More的意思就是 我们想要让 借由这个小小的团体 这个团队 让更多的人知道 分享我们旧排湾的精神也好 或者是我们自己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感动 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 因为如果我们都一直选一样的东西 旧方的东西就会不见 那另外就是我们有跟协会做合作 尤其是大学的学生上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借由我们过去的那个 生命经验 在大学求学的过程中 去跟这些弟弟妹妹去分享 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或是为什么我们要做旧部落的事情 旧排湾部落是排湾族的发源地之一 有丰富的文化性与历史性的存在 让部落的年轻人回来 也让旧排湾部落的呼吸 一直一直地延续下去 可以成为一个生态环境文化教育的场所 原始新闻打Q 屏东马家采访报道